这本书上实际上是有的 只是我当时那时候没看到没仔细 他这个地方他是先做了一个图一 我以为他没有白铺了 就直接上来做了一个图一以后的话 然后的话下面就是有 那么这个字不是很清楚 那么但是现在好在就是说 有这个101围棋王 我就是摆了几步 摆了几步的话 我就从这里把它找出来 这个是很早的 1973年的下的棋 黑方是色天方 那我们还是看书好了 当然你看这个也可以 这个清晰节 但书上的话有解释 我们还是自己把那个叫什么 multiq打开好了 说到这里的话 我只能说是这个中文的确是很厉害 他这个原来这个英文单词 multi大概是多数的意思 multiplay什么都多人比赛 multiq就是多功能的那个围棋软件 那么被中文翻译成multiq 你这毛的毛贴 贴就是一脚贴的贴购 所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中国文化也是很厉害 中国人学英语的话 其实可以很搞笑的学 你不懂英文就multiq也可以 他是这样子走了一个 这个目标手术也可以 他走了一个对角 他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黑棋的话也可以走2.t 但是黑棋有可能给你走对角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你白棋为了不想跟黑方走对角的话 白棋的话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 就是说你想走对角 想不想走对角 实际上是谁的选择 就是说白棋的话可以避免跟黑棋走对角 当然黑棋也可以避免跟白棋走对角 比如说白棋走这个 白棋可能希望我给你走对角布局 但是黑棋也可以不走对角 目前来说这个走对角的人比较少吧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并不是说围棋一开始的话 大家都不走对角 实际上一开始它是先有对角 后来的话才是平行 因为以前的话 中国古代的话它都是对角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古代的话 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双方就走了一个对角 那么他现在等于说 意思就是说我不跟你走对角 这个意思 这个软件又不太会用了 现在我 我走了这个 走了这个以后的话 作为那个来说 作为一般来说 你想走黑棋心 可以直接走 但是你直接走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白棋的话 有可能白棋有可能不来挂 就有可能 它挂的话 它有两边选择 它可以从这里挂 也可以从这里挂 这个到底哪个好 我也不知道 这个很也无所谓 好话 随便都可以走 但是就是说白棋 还有一种选择 它可以给你来一个中国流 对不对 你反正你三年轻 是大模样 那么我的话 也是大模样 或者他走高的也可以 首先我要不就走高的吧 你这个高一点 我也高一点 那么他就是高跟高 这样对抗 这样对抗的话 就是说有些人 可能不喜欢走这种步局 那有些人觉得无所谓了 你跟我对抗 我也不怕 那么这里的话 我猜测 当然不 其实你的话 那这个专业骑手 这个意图 你是很难猜测的 这个我想这里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这里讲一下 因为我以前也有这种误区 就是说 因为你对这个专业骑手 跟业余 实际上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 叫什么 专业和 我打几个字也可以 和业余之间 实际上是一道 我觉得这句话 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是一道难以愉悦的鸿沟 暂停一下 他就说实际上他是叫什么 这是别人说的句话 我觉得比较有道理 他是一道男女乐童 那么就是说你业余的话 你去理解专业的这种思路 本身的话就有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你是真正是无法理解的 只是说欣赏一下 另外的话 这个专业的下法 他某一个专业骑手的下法 他并不是一层不变 不是说 那你这个十天方夫在这里 他用了这种手段 那么他是不是说 所有的其他的这样 这很可能不是 对不对 他下一盘 比如说他跟别的人下 也可能就是跟同一个零海风下 他说不定他也会用这个 不是说我一定要 就是说每次都这样子 他实际上是灵活的 不是说我每次都必须固定这样 他还有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话 有一种叫什么 我这里多聊聊 有种叫古今之争 这个古今之争 我认为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大家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你以为就 棋谱就代表棋手 这个棋谱代表棋手的话 只是某种程度上代表棋手 但是他不完全代表棋手 其实你这个棋谱 不能够完全代表棋手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人在古代吧 比如说古代 他是用这种下法 但是你如果这个人 假设他可以穿越 当然实际上不可能穿越 他如果穿越到现在的话 你以为他学不会现在的技术 他也可以学会 那么反过来说 你现在的一个专业技术 跑到古代去的话 他的水平的话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不对 古代那种什么 作纸制度 他学一学的话 他也会学会 对不对 实际上他是可以适应的 这个的话 大家就从木工行业就可以知道 对不对 木工行业这个大家生活当中都有了解 是不是 你以前的那种家具就是什么 以前做的是雕花的那种家具 就中国古代的那种骨子 那么现在的话是叫什么 城市的双品房 他做的是组合家具 那么你以为就是说 以前做那个就是老木工吧 他现在有些老木工的话 他组合家具也会做 是不是 那么你说现在的年轻的新木工 是不是只会做组合家具 这也不一定 他只要学学 当然他有可能没学过那个雕花家具 古代 他学学的话 他也会做事 所以说他 他只要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实际上他都可以适应 所以说你这个业余的话 去争论 到底是古代还是现代厉害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那么这个我只是说 一种假设 就是说有可能 只是说有可能的话 十天方夫 他不喜欢走这种模样对抗 那么他就是采用了一种新方法 也不能说新方法 可能以前也有人走过 他采用了这么一种方法 再走了一个三连行 这只是我这么有可能 当然我也可能说错了 他说是兴起的 那么这个高川秀哥也说是兴起的 另外呢 这个书不一定是高川秀哥写的 我这里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他 他至少我 至少 这是至少的话 有可能很可能 日本是这样子的 中国的话 有可能这些 这些书的话 的确是聂尾品写的 但也可能不是聂尾品写 只不过挂了这个 日本的话 他实际上很多书的话 他是什么 日本祈愿 给那个棋手任务 要写书 好像要出书 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有可能 像一个文化公司一样 这个文化公司的话 你必须出一些书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这个文化公司 只是举举举举比赛 然后的话 那么他就是找了一些那个 还有叫什么后援会 就是说一些业余爱好者的话 支持这个 支持某个专业 其实他们组成了一个后援会 这个后援会的 有可能是后援会里的人写 这不是说这本书一定是他写的 这个的话大家要知道 反正大家都是成年人的 你既然市场上 你买到一本小说书的话 当然小说书一般的说 就是金庸的话 不可能是代币的 那么你很多教材 比如说你数学物理的话 也不是说那个上面写的那个人的话 就一定是他写 好了我们就暂停一下 好继续啊 就是刚才讲到 就是说他这个 我门关一下吧 不要影响 就是说这个 怎么讲 就是房子一种误区吧 叫什么呢 我这里讲一下 这个写的这也没关系 就是说我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不光是学围棋 其实你学任何东西的话 最大的一个敌人 不是说你不用工 不用工的问题不是很大 叫什么 这个大家有些可能听说过 思维定词 这个我不是在这里学究 我可能稍微有点啰嗦 其实现在的话 就是教育教育学上有一大误区 就是说很多人家长 包括老师啊 就是看到某个小孩子的话 天天学习 结果那个成绩并不好 考试他考不好 另外一个小孩子的话 天天玩什么 做球打篮球啊 反正玩吧 他考试考得很好 那么他们就下了一个结论 就是那个玩的人叫什么 玩的人聪明啊 然后的话 就是学习的那个人 甚至有点同情 那个学习的人 其实这是一大误区啊 我个人认为啊 因为我是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差不多 当然极个别人的话 的确在某方面的话 也不能说用聪明这个词 我认为他只能说 他在某方面的话 比较擅长啊 但是他在某方面比较擅长 可能在别的方面就不行啊 他那是这个现象 为什么造成 为什么他说 整天学的那个人的话 最后反而考试也考不好 我们就不说学维持好了啊 我们就说考试了 他什么数学考也考不好 就是因为他产生了一种 叫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很可怕 就是他产生了一种思维精神 比如他做到题目 他看到一道题目 他很激动 他往往容易激动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以前做过啊 那么你那个 整天玩的那个人的话 反正他 他平常时候也不做题目啊 但是 现在心理学研究表明 就是考试的时候 你本身有一种紧张情绪 然后你看到一道题目 你心里一激动 哇这个题目我以前做过 然后的话 噼里啪啦一写啊 结果就做错了 实际上现代的这种考试的话 都是叫什么 很狡猾啊 我这个字可能用的不是很好 他的话就是说 就是把你平时一些什么 就是把平时做的一些题目 尤其是像数学 数理化这种东西啊 就是把把你平时做的题目 反正出卷子 那个人也知道 你们平时在念什么题目 这个他都知道 对不对 就是把平时做的题目 稍微什么改变一下 他就是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变啊 改变一下 微小改变 好了 那么你的话 你那个叫什么 老老实实的 老实巴交的人吧 就思维定词的人 往往是比较老实巴交的人啊 他比较相信数的 就是经常看出 也很相信老实 也很相信数 结果这样的人 他读书往往读不好 他 那么你 他一微小改变 他以为 这个东西我做过啊 然后他就照搬上去 结果就错掉啊 那你平常是玩的那个人 反正他也不知道这个题目 我没见过 那既然我没见过的话 我索性就就开始动脑子了 按照那种解敌思路去做 反正这个题目做错 那么实际上这个 在围棋上也是这样子 就是围棋的话 你不是说你吓得越多的人越好 或者有些人他整天下棋 或者吓得很多 或者他看了大量数 啊 但他的水平的话 也就也就是那样 也提高不了 等有些人的话 天天玩玩啊 他的围棋也能吓得很好 我觉得不是说 那个人比较聪明或者笨 这个跟聪明笨没关系 主要是他那个人 没有思维定识 没有思维定识以后 他下棋 他可以自由自在下 他比如说 他就是说 可以就是建招拆招吧 就是说 反正他就自己动脑筋吧 建招拆招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句话不答了 你那个人的话 看了很多书的人 他稍微来就 哎 这个东西跟我以前 看到一本书是像 他就去照搬 结果的话 实际上围棋无法照搬 你因为棋盘上的情况 千变万化 所以我们这样看书的话 我们也防止一个误区 就是你不要以为啊 就是说什么的 车见方夫这样想 或者有些爱好者吧 我称他为狂热爱好者 也说不定啊 他说我喜欢十点方夫 那我每一盘 我就去这么模仿 你这个是没你的啊 首先你喜欢十点方夫 没错 但是问题是十点方夫 你十点方夫 他这个人一辈子 可能下了几千万棋吧 你对他的话 完全不了解 对不对 那他现在在下什么棋 你也不知道 这可能是他年轻时候 1999年下的棋 这个是1973年下的棋 你不要以为他 1973年下的棋 他现在也这么下 所以说你这样 你看了一本书 你看到一个人这么下 你就盲目的去模仿 他是没意义的啊 但是这并不表示说 看书无用啊 我们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你不要去盲目 另一方面 你不要觉得看书无用 看书的话 我讲过的话 你抱着一种 比较轻松的啊 比较不追求进步的 就是这么消遣性的看看 也还是有点用处的啊 这个古人讲过 开卷有意 好我们继续看书啊 废话不多讲 现在他用来这种方法啊 比较新颖的 那么作为白起来说的话 这个心情上肯定要断了啊 这个地方不一定断啊 再看看高畅哥的解释吧 也不一定是高畅哥解释 我讲过 这时候说不定 还不一定是他写的啊 只不过挂了他的名字 也有可能 他说是走新起的 那么普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是这样走 对不对 普通的话 普通的话是走这个 那个时候走单关也可以 不过现在走小飞比较多 走单关以后 他跳了一下 他再踩啊 他说这样走 摆上别的格局也好 这是正统白的进行 我们还是摆一下好了啊 既然我们学的话 我们就摆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正统走法的话 有可能是这样走吧 那么就是这样 这样走一个啊 这样走以后怎么办的话 他没进行解释啊 他说这是正统派的 是所谓的这个正统派 也都是人说说的啊 这为止无所为什么的 可是白是小飞 他这个地方看看啊 如图二走白一关的话 这黑走二是恰好瞄准 白七的空隙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能关啊 这个地方只能走小飞 就是如果你关的话 被对方刚好这样进来的话 刚好不好 那么他还有一个图啊 反正每个图都看一下吧 我们稍微快点 每个字都看过去的话 这个时间来不及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走小飞还可以 你如果走关的话 被他这样弄过来不太好啊 那么你走这个小飞 走小飞的话 他说还有一个黑 还有一种方案的话 就是 不走三连行啊 走这个 然后对方挂脚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的话再加击 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走 再摆一下吧 都摆一下吧 既然学的话 我们全摆一下 他用的是这个定式吧 他用的是往下立这个定式啊 这个地方直接单立也可以 立在二路也可以 反正两个都是二路啊 这个的话就是想破坏 那个黑气的空吧 这个的话是抢先手 你立这个的话 有可能就是 但是他这个地方还是能抢到先手啊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但他这里有可能不走这个啊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有可能不走这个也有可能的 比如说啊 这是有可能的 他可以这样走 因为你这个拐的话 没没什么大不了啊 我可以走 反正就是说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样挡吧啊 挡的话 通过白记啊 是三连性 这完全是被动三连性 这个地方有点不太懂啊 我稍微看看啊 这个地方 他说这样走比较普通啊 如果你再走三连性的话 他就要给你攻击了啊 那么就是说变成那个被动三连性 我懂了啊 他所谓这个被动三连性的话 就是一般来说你这个三连性是攻击别人 那么你现在按照舍天方夫这种走法的话 你这个三连性要被别人攻击啊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回到那个好了 回到这个叫什么实战吧啊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地方他有点搞不清楚 我这个 这个软件我用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数理 算了 我大不了重百遍啊 大概就 新的吧 新的算 这个是走了一个 这个啊 他走了一种叫什么 按照 按照高川格的 这个解释过了啊 走单关不太好 然后的话 这个是正常走法 那么他走了一种叫做被动三连性啊 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这个只会被攻击 就这个意思 这种风格 他说是舍天方夫的风格啊 这个反正是当时舍天方夫的风格吧 弄不清楚 这个专业其实的风格的话 只有专业其实才能了解啊 这业余的话 你就当玩笑看看 这我们不用管他 一种是从黑色三从背后运回攻击 等一下我看看他是什么意思啊 啊 他的意思就是一种就是从这里攻击啊 背后运回攻击 那么你这样攻击以后的话 有可能的话一二三的话 有可能这个攻击效果不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啊 这看数还是有点累啊 白十二加击在哪里加击 不晓得 他有可能是奇谱上白十二直接加击 我看这种奇谱啊 啊对 他就是这个加击是对的啊 就这个加击 这个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的话跟图示是一样的了 跟这个图示是一样的 我懂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 如果你黑起这样走的话 一二三的话 虽然说的话平稳 但是这样的话容易形成细起 那么你这个贴幕的话 就黑起不喜欢走细起 所以说黑起不走这个啊 不是说白起这部有问题 白起这部三间高降没问题 而是黑起不肯走啊 他然后他又说 你既然选择了三连性的话 你就不要去 你如果黑起这样走的话 是重视舍地的这个走法啊 那么他什么意思 他这个十二的话啊 看看这个好了 他这个啊 这个厉害 这部起厉害啊 有点动了啊 就是现在有点高动 这个他只从这里来啊 他不走这个了 不过刚才那个走法也可以走 对我们业余来说可以下啊 无所谓的 你反正你被攻击吗 你你先处理一下啊 你点三三你觉得白起的外式太大 你就是简单的一飞一拆一啊 一般来说飞的话拆了比较舒服 那么你这里拆一的话也可以啊 他现在走的是这个啊 所以他走了这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再再被别为飞龙受不了啊 白蛇四十 黑蛇五变重 然后再走白蛇六 下边的作战 大几失败 拥有主动权啊 我们直接看这个算了 不摆了啊 现在的话一定要坚定 然后的话 再跳出啊 他是这样的一种 战斗 不过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黑蛇不走这个呢 他似乎也可以走这个 这只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当然是错误的 有可能 那么他走的是这个跳出 比较正吧 有可能是 啊 这个走的话也也有可能 就是说 这个跳出的话 对那个有好处啊 就是说他对对黑 黑蛇的这笔模样的破坏有好处 你走这种东西的话 有可能他他以后 被他这里逃出来以后的话 假设你互逃的话 有可能被他这里弄得太大 也说不定啊 我只是猜测有可能 反正他走了是这个 不是走这个啊 跳出 我们就看看文字好了啊 这个图片的话 这个太太累了 他这个不是很清晰 关键是黑色切是什么意思 黑色切清零 他说既然有C位点角的手段 这二子就可清疼了 这是要理 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跳的意思吧 就大跳就是清零 他用这个 这两个词可以清疼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大跳吧 就是走大跳 大跳 这个倒没什么的 大跳是正常走法啊 这个的话 稍微解释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讲是初学的 就是说你一般的情况下 你是小跳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这里的话 这个挤是先手吧 下一步要把你这个打掉 你这样挤了以后的话 我就可以大跳 对不对 现在你靠不断我对不对 你要用这种靠断我吗 几乎不可能吧 那我这里接啊 这个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清楚 说不定也能靠断他这样 那我这样挖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是靠不断的啊 这样打还是这样打 到底是外打还是内打 也搞不清楚 那我就最最最熟的吧 我就这样冲出总可以吧 反正我冲出来了吧 对不对 你你这两个只要吃我的话 也不是很好吃 对不对 你这样弄我 那我靠这个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这样子不怕 打而且他可以 大不了我可以从这里打也可以 我从这里打有点亏啊 这里打觉得是他这个地方 这个太太那个了 对不对 反正我走这个吧 你这样乱断我是没用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样乱断我的话 没什么好处吧 感觉没什么 我这样出来 你大不了把我这个吃掉 关键是我这里 我也可以把你吃掉 反正这种这种东西 就是我弄不清楚 我是水摆摆的啊 乱摆摆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一般情况下 我的理解就是说 因为你有这个拐的话 这个是先手的话 可以大挑啊 反正是可以大挑吧 那么他这个拖先了啊 这稍微解释一下 他说有C位点脚的手段 就在这里点脚 他说这个1820的话 是林海峰的风格 这个高春秀哥对林海峰还是比较佩服 他说用言语难以说明林海峰的 这林海峰一般情况下 这个白棋是要继续走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话 就白棋好像不走 白棋走这个的话 就是重视速度吧 他觉得就是说 反正你叫什么 反正你这里也白白吧 多白白从事 没错的 这里地方就是摆一下以后的话 用了这个的话 他就就就再坚定一下 再跳出 就是说这里 他有两颗子的话 这个白棋有可能觉得 我这里跟你纠缠下去的话 万一万一以后的话 一不小心的话 被黑棋抢到一个线索走三围 那么就黑棋的话 就这个又是两颗张开的 一般情况下的话 就是被对方两颗张开不太好 所以说的话 作为白棋来说 他不管 反正他觉得你这两颗子 也拿我没办法 对不对 你一下子也弄不死我 弄肯定是弄不死他了 那么他就是突然走这个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一般的说的话 就是要继续跳的 继续跳比较好一点 那么你如果这样飞下来 这个变化我们也摆下 这变化的话 反正值得学习吧 这是专业持手写的书 总是值得学习 就算不是他写的话 肯定是他也看过的 觉得这个书的内容没问题 他签个名 对不对 他一般情况下 他不可能不负责任 就是说直接上去签名不太可能 那么直接签名的话 万一那个什么的 就是说别人带写的人乱写的话 对他名誉也影响不一 他的意思就是你一般情况下 跳下来是比较正常下法 这个时候的话 黑棋还是要走的 这个时候假设你黑棋不走 我们假设黑棋不走 你假设不走不太好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就是被他这样追下去 不太好 对不对 他就这么一直追着你走 那么到时候 你这两个字有可能会影响 那么你为了确保安全一下的话 你大致就是走这种东西 那么走了这种以后的话 这个点山山就变得严厉了 对不对 现在的话 这里有区别 你直接点山山 他不是很怕你 对不对 大不了他脚被你落掉的话 他可以从这里出来 对不对 现在的话 你这条路被他封死的话 弄不弄不好的话 你这个直接点山山一点以后 他这三个极要变成姑且 所以他他的意思就这里防一下 就这个图 他摆的是这个图 那么他说那个像林海峰这样的下法的话 是先捞蛇地再说 下跌的话 我等一下再说 那么黑起 周围黑起来说 这个地方很想正头了 正头的话 一般是第一感觉 我也觉得应该是正头 不是说我也是 我是说一般情况下 反正 周围感觉上来说 是应该正的 这种地方的话 你走这种好像不太好的吧 我比如说在这里 你走这种的话 你这里去攻击他不太好 因为你这里攻击的话 你让他这里变强 虽然说你这个地方好像围的比较大 但是问题是你 不过好像也可以下 反正搞不清楚 就是你这样的话 你自己比较危险 一般前外下的话 还是把旗下的弱的一方 对不对 现在的话就这两个子 相对的时候比较强 你反正强弱判断一下吧 你现在的话 AB这两个子比较强吧 反正我就说 这两个子比较强 那你这三个子的话 CDE比较弱 那你把旗下的弱的一方 你走在这里 F的话 跟CDE噪音比较好 你走这种的话 就是说 把让这三个子更加薄弱 不太好 这个到底录了几分钟了 我们快停掉算了 再再再摆几步吧 这个地方的话搞错了 PASS一下再说吧 不是PASS也不行 他这里走了一步 他这里走了一步 震一下以后的话 这也是正常感觉 震一下的话 就是我跳出来 这两步都是正常感觉 就下面这个黑 怎么下不会下 他看看他这下 这也是正常感觉 这个跳出来 对不对 这个都是正常感觉 然后的话 对的 这个地方 这些的话我们学学 业语学学到有用 这地方不要去走这种东西 走这种的话 你万一一不小心 被他直接什么弄断 是不是 你要被他弄断了 你这个也不行 对不对 我直接就是 切里啪啦就把你断掉了 这个地方你乱打的话 他不怕你了 是不是 你乱打好了 或者他走这个也可以 对不对 他如果厚一点的话 他走这个 反正你外面吃不死 我这个的话 你这样冲的话 我也不怕你 对不对 还有一个的话 你不能够这样攻击过头了 就是业语的话 往往容易就杀红颜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话 直接 这是不行的 也其他现在不一定要进来 对不对 他反正以后可以进 他比如说先可以从这里逃 也可以 对不对 你这就是他再从这 或者他 反正这个 一般情况下 反正就正常走法吧 你也不要走这种东西 非正常走法 这种的话不太好 对不对 这种的话 因为他可以什么的 他接也可以的 或者他顶你一下也可以 好像可以顶你一下吧 顶你一下也不一定好 顶你一下的话 让你加强也没关系 然后他再出来了 反正我是菜鸟 也不是很会走 我们就这个就白白散了 就正常感觉 一般情况下被对方的 就是说这样关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 也是这样靠一下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那你说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走的话 具体变化摆出来的话 这个的话 业余的话也是摆不清 不是业余摆不清 我的水平是摆不清 然后的话靠吧 靠一般是吧 这是正常 然后这退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主要是这个字不清楚 这要不大一点吗 大一点可能也没用 大一点可能好一点吧 白二白三 白四 白五 白六 五六七八 七八顶八 反正就是说 这种你弄不清的话就模仿一下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形状跟这里有点像 比如说我靠一下 我扳一下 我退一下 然后我长吧 那这三波 是不是跟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形状再来看一下 再来体会一下 这里是靠吧 这两个形状 你看这三个字好 就是因为业余 我们这种对方也弄不清 那这三个字的话 跟你的这个形状是不是一样的 也是靠过去 对不对 他扳一下 我退一下 然后他长一下 现在我也靠过去 他扳一下 然后到我也退一下 然后他再长过来 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形状 这个是定时会走的 所以说我们弄不清 我们就模仿一下 你围棋实际上一开始不会下 也就是从模仿开始 我大不了模仿只会模仿 我这样扳一下以后 我退一下 我这样顶一下以后 我退这个 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退这个 你弄这个的话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他这地方的话 要给你弄断 是不是 两个断题吧 这个没问题 要给你弄断 到底断哪个 我算不清 我大不了断 断下面这个 断上面这个 也可能也可以 反正这个就算了 这个我们的计算力也不行 那么你如果接这个的话 我这个 这个地方你挖不死我 对不对 这个是我不是我的吧 是不是 我大不了走这种 中安全 那么他 就是说 好 这个是个变化图 然后的话 再是接上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不能撒红眼 业余他往往容易撒红眼 就是说直接去弄死他 弄不死他 关键是他什么 这个地方你弄不死他 他这么给你 一通乱冲的话 这里一搬 对不对 这个地方你黑气 你断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你不能这样冲动 你只能 他跟你说不定 给你连搬一下 连搬有可能不行 也有可能行 这个反正算不清楚 连搬的话 你如果拐的话 我肯定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就是说 叫什么 这算算看 你现在就是说 你来断我 比如说你断我 你就啪啪啪 这么乱打一通 乱打一通 关键是我也可以 把你乱打一通 是吧 我就这里能造死吧 好像可以造死了 那我这样 拜拜 我把你造死 那么我们再多摆几个图 因为我们这是业余 就是低级水平 现在的话 有可能的话 他从这里打也有可能 然后他在这里拐 对不对 这个反正我一样 我也把你造死 那么还有一个变化的话 就是说 就是说他打了以后的话 他单走这个 这个可能比较厉害一点 他就不打了 就刚才的话 他是打一下再接 刚才这个变化 是打一下接以后的话 就是被你这样造死 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不用摆了 那么他 他也有可能就不打了 就直接这样 这个地方的话 也可以出来 对不对 反正是能出来的吧 我感觉能 我大不了走这个吧 这种可以吧 那你把我这个吃掉 我从这里给你压出来 是不是 那你如果贴这个的话 我就走这个 好 所以说的话 这个是不行的 你不能这样冲动的 就是说 这种也不用算了 你就是一般来说 你就是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说叫什么 公笔雇我吧 或者你走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的话 可能不太好 走这个的话 有 有点搞不清 再重摆也可以 练练也可以 你震一下以后 我这样走这个 我走这个 我靠这个 我靠这个 体会一下 走这个有可能不太好 就这个地方被他刺一下 不舒服 试一下 你还是要接的 对不对 你不接的话 我被我断进来 肯定不行 所以我不如 所以我不如老老是接上 这个是本手 那么我再飞出来 是不是 他摆的是这个变化图 那么 这个时候的话 他说18 18飞出来以后的话 他说19正是时候 19正是时候 19正是时候 19正在那里 不是的 所以就走这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他说 就是说这个地方 他也解释了 就是为什么你黑起这样走不好 就是这样走的话 白起很舒服 白起这样一飞以后的话 把你把你这个三连性顺子破坏掉了 虽然说你这个中复变后的话 但是这个后的话有点乏味啊 这是高串格的解释 就你这个后世的确有点乏味 主要是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索性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这种地方的话 有质的话 有可能的话 比如说假设啊 我是说假设的话 你这个 说不定虚幻化的一片 可以为大模样 关键是你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断点 对不对 你这里的话 后的话没多少用处 他是这个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 有点乏味 说不定白奥 白奥的 还有一种可能的话 白奥也可能会反击 这个刚才这个只是一个理想情况啊 而且的话 还有一种可能 要解释啊 他的解释就是说 有可能的话会从这里反击 对吧 这个反击是正常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正常 现在的话 你这个是不是一个超大飞啊 超大飞的话 作为超大飞这个形状来说的话 我可以高的打路 也可以低的打路 你如果弄不清的话 你就把它让成打路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边上的话 这个超大飞 我经常可以打路 对不对 我打进 那我在这里也可以的啊 你反正不会下的话 我假设我也不会下 不会下的话就模仿啊 对于这个中复战斗的话 我弄不清楚 我就看到形状去模仿他啊 那么结果蛇天军 黑黑蛇九阴 再走二者 也在上边积蓄力量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这个 蛇九阴啊 在这里 就老老实在说 我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你我不来攻击你 但是你的话 两颗子也不好攻击我三颗子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的话二者一啊 蛇先把自己走好 再从上面积蓄力量 这个的话 这个只对这两个 远远也瞄着这个啊 而且他这个地方 他断节给你补掉 不怕你断 大概这个意思 好了 暂停一下吧 这个时间有点过长的话 就是有点乏味的 我们本身要节省时间啊 叫什么暂停啊 叫什么暂停啊 F1